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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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冬天的時候 女生都會看得 跟熊一樣 真的 因為最近寒流還真的很冷 國家好冷 真的國家好冷 所以在保暖至於 這邊也可以裝一下可愛 我是一隻小秀秀 妳如果在清朝的宮城這樣 還滿燈樣的 可是我這樣不會被皇帝刺死 原來是妖怪 就完全沒有誘惑的那個因素在 好 徐莉不會今天整齊都穿這樣 他只不過是要氣一下我們的來賓 沒有 我在想觀眾可能也看你 我一直穿那個短裙短褲吧 所以今天整集都要穿這樣吧 觀眾會介意嗎 我跟妳講 妳如果忍得住 等一下別的人都脫了 然後妳不脫 那有種妳就一直穿這樣 我先這樣披著 我看他們等一下穿著我再講 要拚一下對不對 就如果真的有美到 讓我想跟他們競爭的話 我才把它拿掉 我跟妳講 第一個來賓妳就吃不消 妳不要在那邊逞長了 好 我們今天邀請了五位女生來 他們呢 平常 當然漂亮 可是就是會用比較保守的方式出現 偶爾會在重要場合露一下乳溝 或者是穿很短的裙子 可是大體上他們 我還好我是有時候為了賺一點錢 才露一下的 不然我私下都是很輕便跟個性 應該只是一點而已吧 對啊 好 我們先歡迎我們的五位來賓 歡迎你們 哈囉 妳們好 今天康熙來了五位身材較好 卻很少做性感打扮的美女們 要來進行性感變身了 而現場也來了十位型男 要從這五位性感辣妹中 選出一位他們心中的最愛了 所以大家都穿上了冬天的打扮 劉哲瑩妳這樣是會真的上街的 對不對 就這樣上街 對 冬天的時候就穿這樣 對啊 講真的劉哲瑩那件外套 算是時尚耶 對啊 滿好看的 就... 妳把它跟柯宜柔擺在一起 柯宜柔就是 打完上過來嗎 就是穿上這件外套 彷彿台灣會下屬 那件外套... 妳站起來跟劉哲瑩站在一起 等一下 柯宜柔妳這個身材比例是正常的嗎 什麼意思 非常不懂 不是 它好像變哪裡過長 還是哪裡過短 因為外套很大件 其實我外套很大件 你看 這根本就是... 不是...不是外套 是妳腿的長度好像不合理耶 對 妳把下... 妳把下擺稍微撩下 給S看一下下半身 對 妳腿過短啊 沒有 我要澄清 我是腿比較長的那一種 我身體超短 她腿才叫長好不好 等一下 她身高這麼高 我們不能這樣比 我們根本是七爺八爺啊 沒有...妳問一下 讀過書的人 妳說她腿的比例是... 沒有 但是因為 我今天穿的那個毛衣 可以有一次水果妹 妳知道吧 我知道 所以她就是 妳腿長在哪裡 妳的腿長在哪裡 妳的腰在哪裡 我腰在這啊 好 我把柯貴姐拖了給妳比比坑 妳很過分耶 OK啊 她腰在這耶 妳腰在那裡 我可以把它撩成嗎 妳看我腿多長 拜託 我腰在這 妳看我... 裙子在這好不好 妳看我腰在這耶 她的腰比較高 妳看... 我在這 我是因為今天毛衣比較長 沒有啊 妳說妳在這對不對 對啊 妳看我在這 妳怎麼變得跟她一樣高啊 我就跟妳講說 不是 是 真的 真的嗎 所以 所以 劉哲英這個是通過嘛 對不對 對 那個還滿時髦的 然後中心儀站一下 我真的是隨便穿耶 可是也 因為這個就是保暖 也可以啊 就是保暖 休閒 因為妳的衣服是非常搭配的 真的喔 妳都藍色 而且她腿也滿長的耶 她腿就是正常的比例 正常比例... 對 慧如還在不高興啊 我們已經在聊別人嗎 妳為什麼還這樣 這年同女明星的脾氣好大喔 真的嗎 對啊 沒有 我只是比較直接一點 OK 妳玩玩這個來看一下 其實我覺得今天來 根本自取其辱嘛 她們是少女隊耶 我們都快出十歲的來幹嘛 真的 對 我OK啦 沒關係 她們都喜歡 拿少女的量爆點 而且有一套的感覺很好 她們怎麼擺出丁字不來啦 對啊 她們姿勢都... 都這麼年輕 我們要拚一下 不然怎麼辦 妳何苦是不是 可是說實在 妳的外套也是上得了檯面 OK啦 馮媛甄 看一下... 她也是正常 馮媛甄的外套也可愛 所以到目前已經 沒有激發妳的鬥志嗎 沒有 我要穿的外套 真的 對啊 大家都還算是OK而已啊 可是妳這樣很好笑耶 妳這樣就像沒有裙... 沒有褲子 我的褲子 我的裙子 好像喔 好 所以 S 冬天的時候 女生上街 會擔心有種這件事嗎 我覺得不會耶 保暖應該還是最重要吧 所以可以... 你們看到可以有人這樣 也不會笑她就對了 不會 不會啊 正常 會去問她說 那真的很保暖嗎 如果真的保暖我們反而會想買一件 OK 那今年... 其實我們常常比如像同高 真的都穿得很薄 對 然後如果妳又穿很多 要一直脫又會弄壞髮型什麼的 妳不如就 外面搭一件 然後一道攝影棚脫掉多方便 而且因為像我們身為 因為很多工作人員需要我們 就不紅的就可以感冒對不對 反正沒事幹 很多工作人員要靠我們啊 OK 劉哲音那個靴子更多高 他今天是高跟靴 他有7公分吧 對啊 他那雙靴子可以買 那那個...可以喔 我的是拖鞋啊 他那個真的很像那哈比人 已經準備要出發去搶那個戒指 就說OK Let's go 然後就套上那個超便的靴子 然後就馬三射水 對啊 這其實真的是我平常會穿的 因為平常穿高跟鞋真的很累 那因為我們現在先逼來賓 都穿上了外套很不公平喔 所以... 所以我們先把外套脫掉吧 我脫掉也沒超... 沒爆點 因為妳上尾比較豐慢 穿這種毛衣會看起來比較胖 可以喔 我是故意的 妳說外套脫掉也沒什麼看頭 說大家都一樣對不對 來 馮媛甄把外套脫掉 我們... 哇 哇 這不一樣 小仙女耶 可是胸部平和一點 好 那是胸部平和 妳抱著了 她胸部平和 妳是宜如上人很豐滿啊 對啊 那劉哲瑩妳看看妳裡面好不好 我今天包得跟... 粽子一樣 回家... 而且還長袖耶 腿長這個就贏了 真的很漂亮 來 鍾馨儀把外套寬一下吧 我今天也是包得很緊耶 就是長袖 然後比較可愛風啦 這個很討喜吧 這個是男生會很喜歡 真的 還滿適合去拜年的啊 可能小S如果穿外面那件 就不穿裡面那件了 對 可是我不行啦 我就是比較... 我比較保守一點 裡面那件應該是不要穿的耶 不行 這開... V到這裡耶 開到肚臍了耶 就今年流行漏點的啊 沒有什麼啊 不行 那個那時候消除生也是開V 開到肚臍啊 我不行啊 比如說你拜年說 阿公新年快樂嗎 沒有 阿公會重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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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媽就生氣了 這樣才是孝順啊 我覺得有君大一的時候 比較耀眼 因為這是種子 比別人都明顯有沒有 有在路上會看一下 像星際大陣的 比如說 麻煩把我大一看一下 其實我覺得我不太用脫 自取其辱 菁姐 不會 我覺得一樣是黑色耶 她就是熟女真的 很好的代表 來啦 對啦 就這樣啦 所以妳沒有胖過喔 有 對 最胖多胖 75公斤啊 那個腿就跟象腿一樣 非常大 所以其實有一段 這個心酸血淚的歷程啊 好厲害喔 好厲害耶 你看那個腿 對啊 真的 你怎麼瘦的 所以後來其實我大概40天 我就瘦回來 不然要哭喔 不然要哭喔 你這樣維持多久 40天就不見了 好厲害耶 所以其實我那時候就教大家說 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其實S她其實比我更... 她現在也很瘦 妳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是覺得這個東西很好 她說妳吃什麼減肥藥啦 節食 我覺得運動跟節... 就是控制飲食當然OK 可是我覺得這一支太好用了 這要怎麼用 打小孩是不是 No 妳知道嗎 打到滿身大 像我們當媽媽或者說像 依柔啊 久坐有沒有 腿比較粗有沒有 依柔妳要仔細聽 妳真的很需要 好不好 我跟你講這一支有沒有 依柔笑不出來 聽起來很像善意的發言 可是又是嗎 真的嗎 真的 好吧 我跟你講就是 打妳這個肥的地方 會不會痛快 我跟你講就是 妳完全就是妳可以眼瘦的 妳眼瘦的那個 範圍之內 打我 我就會想 打我就好了好不好 我想少倫妳一次 結果妳自己又這樣子 加油... 沒有 妳要讓文文姐打啊 對 妳要這樣子 妳要打喔 給妳打 好 妳要打 這個聲音為什麼 沒有 太大力了 沒有 我是覺得 應該是說 妳可以忍瘦的範圍之內 一個月之內就這樣 妳手背抬起來看一下 妳看 所以她是一點都沒有蝴蝶秀的人 她沒有 可是因為我個子很瘦很小啊 所以就比較不會胖 她就是個徹底的瘦症 妳就是沒有胖過 最胖47 我全身上都需要 最胖47啊 對 可是我個子就160 所以47 47根本太瘦啊 160公分而已 可以有160啊 妳160 很奇怪 因為她很瘦 所以看起來比較高 沒有 我在想弘元真心 因為她骨頭很細 所以她就算47 還是一個瘦而已 弘元真心家裡 妳家裡還有裝滿了監視器嗎 家裡還是啊 爸爸的習慣 因為我們家有在裝監視器 就是做通訊的 爸爸就順便把我的 從我們家樓下走廊啊 什麼都裝了 對 然後妳都是很甘願的 接受這一切 沒辦法 就隱私了 她本來以為今天... 她本來以為今天可以逃過一間 因為已經撐了很久 都沒有她的事情 忽然冷靜又飛過來 好啦 繞過妳 所以家裡裝監視器 妳在節目裡面講了這件事 爸爸也沒有不高興 爸爸還覺得很得意喔 因為我幫他做廣告 他會裝監視器呢 可以喔 爸爸是不是在從事監視器的行業 對 我們家就是手機大哥 大概什麼都賣喔 而且還有落電系統喔 可以找我爸 所以馮媛甄 妳現在要被送去換一個衣服囉 就是... 馮媛甄一定要露喔 露 不然我們要聊更多 妳跟男朋友的事 那我馬上去換了 拜拜 馮媛 拜拜 好 乖乖回來 我們要研究那個旅人婉 說她被兩位男主持人押注的事情 其實這個已經老掉牙的事情了 幾年前 我是覺得 大概十年前超過了 妳當記者這麼久了 很久了 十三年吧 就是後面這幾年不算喔 也有十三年的時間 然後...沒有 我現在回想起來 因為我那時候算是保守喔 我必須要強調 我那天其實穿得還滿... 就像今天這樣子啊 牛仔褲啊 什麼的 那時候可能年輕啦 因為才剛跑新聞一年多 有一點點小小的姿色這樣子 然後那兩個主持人她好玩 他們就是個性就這樣愛開玩笑 可是那時候我真的有被嚇到 他們在玩什麼 沒有啊 就在化妝間啊 然後她就跟你開玩笑啊 就說 妳哪裡來的菜鳥啊 什麼的 然後他們就開始有點... 我現在回想起來是好玩 可是那時候我覺得很不舒服 因為他們一個掰我的手 還有一個掰我的腳 在玩 可是後來... 玩什麼啊 就一直掰 然後一直掰 就一直掰 一直掰啦 就是這樣一直... 那妳穿裙子還穿褲子 褲子啊 就牛仔褲啊 那所以後來其實 就媒體渲染說什麼 有女記者被強暴這樣很誇張 是有人互讀這以前 怎麼玩一下 因為這沒東西玩啊 有啦 有的 就有啊 所以她說妳是哪裡來... 站著嗎 沒有 作者吧 作者 其實我有點在聊天 她就說哪裡來的菜鳥 然後一個就這樣子啊 對 很醜耶 不是 然後沒有東西玩啊 就是要結尾是什麼 沒有就說幹嘛這樣子 就大家笑成一片是不是 沒有笑成一片啊 我當然是很嚴肅啊 很生氣 對... 那他們兩個不就尷尬 那兩位主持人 對 當然是尷尬 這樣有什麼好玩啊 對啊 這只在幫妳伸展而已啊 後來大家都好朋友啦 只回想起來 如果是現在的我的話 他掰 我就掰回來啊 他開黃椒 我就開黃椒回來 柳哲音 如果在拍片的時候 不會有這種事情 男演員不會跟你們開這個玩笑 要看掰多開吧 有些人精... 有些人精沒有那麼軟 真的是要動嗎 有些人拍了這個動的東西 他就我還拉起 你給我掰不開 我生氣得很壞 他如果掰 可是臉色很誠懇這樣可以嗎 沒有 臉色很誠懇 那好玩的點在哪 我請問妳 就沒有露出銀鞋的表情啊 這種事情只有妳 那請問妳台詞要講什麼 這沒有東西可以講 他露什麼話 好 那個... 妳今天穿著 然後等一下看誰出來 才會激怒妳 要把衣服脫掉對不對 我現在在等馮媛甄啊 那我們把劉哲音也送走了 OK 好 所以妳去換囉 所以等一下應該會露... 等一下重點會上半身還下半身 就是最大尺度 我沒有看妳露過耶 對啊 這是我第一次在螢幕上 妳拍戲的時候沒有搞過性感嗎 而且剛好是冬天 所以又是毛衣啊 就很厚重 所以妳人生根本不追求性感是不是 我骨子裡想追求 她剛剛講話的架式 怎麼像哥仔細的小... 對... 這是...這是哪裡來的 好像李如玲對不對 對啊 妳是男的嗎 不是 所以等一下會突破尺度是不是 算是超大尺度耶 真的喔 加油...哲音加油 快一點囉 這幾位裡面妳看過 比較性感的打扮是柯宜柔吧 宜柔好像... 宜柔來康市以前會露乳溝啊 也沒有 就是細肩帶而已啊 有啦 其實我記得她以前拍那個 我們雜誌封面的時候 還有穿比基尼耶 那個有沒有 就是有點那個內衣外穿的那種內衣 其實就是... 尺度很大 真的很大 那個就是有名的柯宜柔 擺臭臉給攝影師看 我沒有擺臭臉 我是被逼的耶 我都快哭了好不好 妳那個故事是什麼 沒有 就是 有一次她跟我說 要做一個什麼專訪 然後那時候其實還是新人 出道也都不懂 然後就接 然後後來去到現場 因為他們都會說 有造型師幫妳準備衣服 結果我一看那根本傻眼 那根本小到只能遮點吧 那是這種三角形的有衣服 對 然後問題是 我又比較豐滿 然後 但是問題是 她已經告訴我們說有造型師 我們根本自己都沒有準備衣服 然後後來那時候 就公司的人就跟他們溝通 然後就說看可不可以 就是外批什麼東西這樣子 因為也不能不拍 後來那時候我還是覺得 很不高興 我就覺得 我為什麼要穿這樣的東西 她們視線沒有跟妳講說 要穿比基尼嗎 沒有跟我講要穿到這麼誇張 就是她們借那個 就真的很少見 而且就是什麼上面還有兔毛 還有兔毛 妳是哪邊有兔毛的耶 哪邊 就是比如生長褲跟那個... 就是那個布拉 那我覺得那根本是拍鞋真集 在穿的吧 對啊 然後我又不是鞋真女型 結果妳就擺臭臉嗎 我沒有拍我就是真的很不高興 然後後來那攝影師就是 她臉也很臭 她就說幹嘛 不想拍妳現在就走啊 然後我就眼淚... 因為那時候新人真的很怕 然後又覺得說 我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眼淚真的...眼淚都... 就是眼眶都很紅 就一直很快哭了 那時候其實照片出來 眼睛都是紅的 然後是握著拳頭在拍照的 所以沒這樣東西 沒有...很有力 那當時為什麼不能就... 老娘就走了呢 就摔衣服就走 對 可是因為那時候其實是 新人真的什麼都不懂 然後就是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很手足無處 後來之時之後 那個...就是那個周翰找我 我都拒絕了 好 我們有一個小公主要出來了 那我們... 小公主啊 我先維好 對 我先維好 我先看她怎麼樣 我再決定 有沒有想PK的 這樣真的很累耶 但其實大家很想看妳裡面穿什麼 對 上衣是什麼 我要把鍾馨儀送走 鍾馨儀 是吧 好 還有 所以妳的意思是說 小公主出來 如果激怒妳就要卸... 卸掉下半身是不是 她一激怒我 我就立刻把這個 那萬一她出來妳不捨 她就表現妳超不捨這樣 對 我就圍著 我沒有很看重她 妳是住哪一個高原 好 弘元甄小姐 已經換好性感打扮了 門打開 我們歡迎她出來吧 好 妳好 好 妳好 好 好 妳是由脊乳勾出來的耶 有稍微低一點 OK 這是妳最大的尺度 沒有 拍照的尺度比較大 因為活動我會害怕穿吧 我恐怕不會想把胃頭扯掉 所以妳如果拍照的時候 可以到什麼程度 這就會像筆記妳這樣嗎 我有帶照片還滿露的 真的嗎 現在來給我瞧瞧 小心... 她真的好瘦喔 對 我在想可能是 因為她太瘦所以反而 沒有 其實她條件非常好 因為她的四肢很瘦長 這張照片很厲害 對啊 這張很棒耶 而且那個 這套很好啊 妳要不要劈一下 所以要劈一下 所以那不是我 我很怕走光 妳為什麼腿可以劈這麼高 就 還是這個是電腦修的嗎 不是 就是一直在那邊蹬著踢 就猛踹是不是 很軟的耶 妳甚至這套黃的 都比今天這個厲害啊 妳自己憑良心講 因為拍照可以 就是如果真的穿棒了 可以修掉 但是我覺得這套很棒 這套跟平常的馮雲真的很不一樣 這個很棒啊 像龐德女郎這樣 妳這衣服是哪裡弄來的啊 這是泳妝 對 這是不到世界的 這一套真的是不會太垮耶 所以妳沒有辦法激怒小孩子 抱歉 因為妳今天這一套 真的就是跟剛剛那套 差不了多少 我放心 我真的這 不會 其實妳其實 沒有 她這真的很不錯 說真的 圓針條件非常好 而且她長得又很甜美 那如果肩帶滑下一邊呢 蛤 可以 真的嗎 有加分嗎 這樣子啊 這樣子啊 那好 如果拉起來一點 我沒有 我沒有 好緊張 我沒有 肩帶只不過滑到一邊 為什麼會突然變得這麼嚇人 因為妳就會換起來 她會不會就不小心整個掉下來 好恐怖 可是實際上會不會掉 實際上會不會掉下來 應該是不會掉 可是AA的耶 妳知道嗎 就像女生穿內衣 然後肩帶忽然掉 妳就會覺得好像這邊要掉出來 哇 妳看 這個尺度也很寬 這有什麼地方拍的 我們拍男性雜誌的 對 只要是照相我就比較乾 而且妳知道嗎 我覺得她有一個很大的敗筆 就是說她今天那個衣服壓胸 對... 妳看有沒有 其實妳看這個都很好看耶 就集中 對 沒錯 她內胸部有點被壓到變形 對... 可是圓針妳是不是不敢穿太露 因為怕被其他女生討厭 就真的沒有東西露 還是不要露 那馮妍甄妳平常 在真實生活中是很嗲的人嗎 還好耶 因為其實聽習慣了 就不會這麼覺得 妳是不是很容易 莫名其妙被女生討厭 還好耶 對 妳為什麼不去兒童台 很想啊 可是現在年紀大了還是... 妳不覺得她講話的系列 是水蜜桃姐姐那個系列的嗎 蝴蝶姐姐 對 水蜜桃蝴蝶都是這樣啊 對 就很希望 因為我又很喜歡小孩子 那妳唱歌是什麼聲音 我...我敢唱歌 有比零是零差嗎 就是... 恭喜 黃燕姐 妳不要笑我看 臭臉 沒有表情 不要嘟嘴 不要妝可憐 放鬆 她沒有辦法沒表情耶 不要無辜 但是一切很酷的 臉是...肉是鬆的 呆致 妳嘴巴微翹了 妳嘴巴翹了 我嘴巴B不太起來 沒關係 可是不要翹 什麼叫嘴巴B不太起來 我就習慣心開開的嗎 妳可以開 但是不要這樣 妳從哪裡都會錯表情啊 這都是拍照的人 對 每個都是有表情啊 她可能就習慣一直笑 她很會縮...肩膀 對 所以剛才那一系列表情 應該有電到你們吧 妳知道我現在一直跟她聊天 但突然看妳們兩個好難喔 好難喔 因為她整個人太黏了 對...或許就是妳們 沒有像男子 是像半妝秀的那個 對 我們叫人妖 就內類的 對 怎麼會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講話也輕一點好了 這樣 好難喔 好難喔 我把柯柔送走了 宜柔先歡迎 宜柔拜託 嚇嚇我們 妳等一下出來要不要裹著軍大衣 然後把軍大衣吃開 然後這樣 要... 對... 好啦 我試試看啦 好不好 我給阿婆換看 我們扳回一城囉 好不好 把柔界奪回來吧 那妳那個小護士做的過程當中 有很多邀約嗎 就是廠商會找妳去 會 就是很多就希望就是 就也是需要花瓶的角色 一定會找我 只是我真的不敢 那妳現在一個禮拜有幾場 這種商品發表會 現在就多半去看秀 後來就是還是選擇 因為我很怕 要講話的我幾乎都是拒絕 妳為什麼那麼怕講話 就不敢 那只要妳主持節目妳也不敢 更不敢 我直接就推掉說 我... 好 劉哲音好囉 怎麼樣 看看妳的那個農民妝 會不會被卸下來 好 好 我們要迎接 改裝後的劉哲音小姐 我們打開吧 這大概是咱們劉哲穎 電視上最性感的尺度了吧 尤其是她那完美的背部曲線 更是讓我看得心跳不宜再加速了喔 我怕她太囂張 以為自己腿很漂亮 還有背 所以背部有讓妳很不舒服嗎 背很厲害 背我OK 腿也OK 但是這樣子就有一點不舒服 這邊有縫嗎 有 就是這本來露到這兒 妳如果把它打開不是更美嗎 整個就是一個油霧啊 沒有 沒有辦法 所以本來這個如果不縫起來的話 會開到這裡耶 就是它是整個垂到這裡吧 所以剛剛在後台 有看了垂到這裡的樣子是不是 工作人員有看到 然後妳就受不了 我不行 露胸其實真的沒有看頭啦 真的... 也需要走台步還是什麼的 要走啊 有嗎 她剛剛不讓扶人家走這樣 很沒有禮貌耶 好 妳等一下也可以走 來 從這邊 從這邊走到前面看 走這嗎 對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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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妳要交流著妳擺那種 露出背面可是 臉轉過來的那種性感姿勢 脫了 我這樣感覺怎麼那麼像阿桑啊 妳裡面也還好 妳知道她是什麼樣子 就是我跟妳講 走到那邊的時候啊 就是轉過來的時候妳要 有一點這樣 妳知道這樣 好難喔 我不適合這種性感 可以... 轉過來 然後 怎麼了 轉過來 然後有一點摸自己 這樣子 妳知道就是這樣 然後這樣笑一下 這樣子嗎 對... 有沒有那種就是 也是背對著鏡頭 然後是可愛的那種 不要舞妹那種 就好像嚇一跳的那一種 蛤 妳這是屁股翹嗎 對...那一種 好難踹摸喔 就翹皮的這樣 看吧 好難踹摸喔 我覺得捧起來很可惜 對 真的會很難 妳這套衣服我可以穿 對 很好看 這套背不好看 背不好看 請問有什麼 讓妳不自在的地方嗎 這種衣服不可能穿出門吧 就是 可是妳星光大道穿了什麼 我星光大道是穿一個 娃娃裝的小禮服 但是是平肩 就是平口 這個 對 好多部 這個讓我 就是自在是因為它 還不是很肉 這當然自在啊 但是因為那一件很重 所以它一直滑... 然後我就一直夾 可是這件完全沒曲線喔 妳看妳這身材多漂亮 對 好可惜喔 妳應該這樣穿 可是這樣會讓我渾身不自在 這樣去夜店就很出色 我剛剛全場最漂亮的 不是 穿這樣沒有辦法跳舞跟 大喝就是 可以 我跟妳講 這種衣服就是要走那種 你知道圍扭的那種舞蹈 誰在妳那邊跳Locking啊 妳是不是很生氣妳今天穿太多了 對啊 妳們是不是還想說我囂張個屁啊 裡面是什麼 可是我們腿應該還OK吧 妳看她旁邊這樣 我看妳們腿在一起怎麼樣 一定是她的比較細的 怎麼樣 走開啦 我看不見電視 對啦 妳要細啦 這腿還是很有線條 對啊 我腿是很漂亮的 博恩真摔... 糟糕 她也好細 沒有 我跟妳講她的太細了 其實還是要有弧度 可是妳們不覺得 我的腿就是很有情緒嗎 妳的腿是有... 就是有運動的 有什麼情緒 妳要餓造她會嗎 對啊 好 那改博恩真走秀喔 好 要嚇到我就是那種 無辜有沒有 嚇到那種感覺 還不錯 有啦 還有這樣搓一下肩膀什麼的 對 我覺得她其實拍照 可以拍出不一樣的味道 對 我覺得她拍照效果很棒 所以妳... 哲音 妳出去玩的時候不穿這樣 那妳穿什麼 穿T恤跟牛仔褲 為什麼美女要這樣整自己 因為我覺得去... 就是去跳舞或喝酒是去玩的 不是去... 爸 就是自己盡心就... 對 就是我覺得穿太漂亮去 如果妳出糗就會更糗 怎麼會出糗呢 因為妳可能會樓梯那麼黑 一定會跌倒 就整個啪... 然後就覺得糗 妳說一路這樣坐下去喔 就是 在最上面那一格拐到 已經摔到第一格 然後就很糗 然後不想起來 我就想說 就裝死好了 可是沒有辦法 結果妳不會還是進去跳舞了吧 沒有 我就... 因為腳扭到我就說好痛 然後就被朋友扶回原來的座位 就再也沒有就是... 站起來過 對 那還滿糗的 而且萬一她又穿這樣跌倒 穿這樣跌倒 人家會願意扶她 穿T恤跌倒誰更多 可是她這樣跌得太囂了 她這樣跌整個內褲 什麼都有可能會弄出來 裙子蓋住臉 我無法想像 我們把人妻送走吧 好...換我了嗎 對...加油 好...加油... 妳要拚喔 妳要拚喔 妳要拚... 所以妳也沒有很想要追求 別人一直誇獎妳很美跟性感 我覺得因為這個工作 如果被稱讚漂亮 已經是覺得...習慣 可是我不喜歡被稱讚漂亮或是 性感是沒有人形容過我啦 就漂亮 但是我不喜歡人家稱讚我漂亮 就不值得高興 真的嗎 如果是稱讚... 聰明啊 或者是... 妳美女真的很不知足耶 希望人家稱讚妳聰明 稱讚漂亮很好啊 我有多好女作家朋友 多麼希望別人稱讚她們漂亮 整個都被稱讚聰明 所以妳看到馮雲姐也不會 有敵意說這女生在裝可愛是不是 不會啊 OK 不會 妳不會想說妳那個聲音 是真的那麼疼嗎 不會有人故意裝這樣子吧 我跟妳講 馮雲姐的殺傷已經很大 因為妳有沒有覺得 連劉哲盈都像男 對 妳從我這邊看過去就... 真的耶 就是看完馮雲再看 妳會突然覺得妳很男性化 而且我只要一綁包包頭 人家都覺得我像古代的書生 很奇怪 所以我很適合演那種古裝的男生 對 劉哲盈也是中性戀的 對 好 那個中性戀小姐 她應該比較有抱點 因為我沒有看到她 我要先把這個圍起來 我是沒有很看重她 好了 中性戀打扮完成了 我們把門打開吧 可以...可以脫... 可以脫 不會 妳應該打扮成這樣啊 對啊 而且這樣也不會覺得過漏啊 這沒有很過分 我看她背面 我好害羞啊 背面很保守啊 真的 應該把這邊撕開吧 對 我覺得妳們可以一直縫什麼東西 小燕姐妳可以 可是我一撕開就看到肚臍 這樣我會太害羞了 要縫了嗎 她縫了 妳看她這邊整個都動什麼 不要 沒有 因為她會露出那個 內衣的扣子 所以就 這扣子就不太好了 今天穿著十分可愛的中性戀 真的是讓大家眼睛都為之一亮 而且可愛與性感的裝扮 對她來講好像都不成問題 有 這套應該用膠袋黏 就不用穿那個 所以她本來到哪裡 其實應該是可以開到這邊的吧 就可能 可能像小燕姐應該就可以 直接開低一點 我就是比較保守一點 可以開上面一點囉 不過確實是比妳剛剛那套好非常多 好非常多嗎 對啊 所以這個打扮是OK的 OK...大家分 YA 這個真的還不錯 就是我也可以小心感就對了 來 走秀... 好帥喔 我覺得我還是很可愛的風耶 還是可愛的風啦 OK嗎 有啦 又比剛剛好 真的 這樣有厲害嗎 妳一直都很瘦嗎 我其實還滿有肉的耶 就是大腿啊 屁股 我覺得 哪裡有 有啊 可是妳看元甄啊 她四肢比較瘦 可是我一直有肉 她是比元甄有肉喔 還滿有肉的 其實 所以妳 妳來我們康熙卸過妝嗎 還沒 怎麼不能卸 我需要一些心理建設 為什麼 有差很多嗎 其實不會 但是黑眼圈很深 黑眼圈看得就是 這樣才好看啊 真的嗎 不是 會被你們笑 不會 我跟妳講 因為觀眾看不出來 黑眼圈這個東西 只有我們倆看得出來 而且我們不會笑 我們不會笑來 比黑眼圈 我們只會同情就會落淚 就是我黑眼圈啊 然後乾不好黃膽 皮膚黃黃 那妳一定要來卸妝 不要啦 有可能睡眠不好 因為我常常就是失眠 所以妳臉是有一些 有的薄的東西可以看嗎 不會 我就是 也沒有痘痘 也沒有雀斑 只是顏色暗沉 只是顏色暗沉 為什麼今天女生都有瀏海啊 對喔 因為這樣可能 臉會看起來比較小一點 元甄 妳額頭很高嗎 還好 這樣 我不高 元甄 平常都是分開的 我的額頭還滿高的 我的也超高的 妳呢 劉哲英如果弄起來會怎麼樣 劉哲英高 很高 好後面喔 可是很好看喔 對啊 就她臉型很... 可是就會覺得那個 就無邊無際她到底要去哪裡 妳有覺得自己額頭過高嗎 比起來真的滿高的 妳呢 我的很高 妳們要看嗎 要 妳的還好嗎 妳是在羞辱她嗎 妳羞辱劉哲英嗎 就是她比我高就對了 真的喔 我的是圓 就是圓的 妳可以演清朝的書生耶 對啊 根本不用剃頭髮啊 對 很適合 妳這樣是誇獎還是...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不理妳的話 語氣很溫馨 可是內容很尖銳 好 春瑩請坐喔 謝謝 好漂亮 珠希妳平常出去玩的時候 不穿這種裙子嗎 我...沒有 我也不會 我頂多 頂多除了穿短裙 會再長一點點 那妳們那麼少穿短裙 妳們怎麼知道做的時候 怎樣才會不穿幫 其實我平常如果像是拍雜誌 拍平面啊 或是一些秀的方面 我還是會穿短裙 可是就是穿安全褲在裡面 所以哲英妳也會防嗎 我的腰快斷了 妳夾得很累是不是 而且我一定要就是坐定 然後就不能動 我非常想換個姿勢但是... 哲英妳剛才都一直擺這個姿勢 都沒有變嗎 我剛剛腿就一直這樣啊 換要怎麼換 因為左腰快斷了吧 所以S換要怎麼才能夠防住 如果換的話 妳就一定要再站起來 然後再夾成這一條腿 就是我站起來 然後夾成這條腿下去這樣 或者哲英妳就把椅子 轉到背對我們 然後再換一個腿再轉回來 妳自己換腿然後再轉回來 妳就不會腰斷掉 我覺得那個馮媛甄 現在坐這姿勢很危險 真的可以耶 我要轉回來 對 可是我腳過不去不行 對 我只能這裡 怎麼辦 那個愛生氣的要出來 我想她今天應該有爆點 要拚了對不對 對 好 柯宇柔改裝完畢了 我們打開吧 其實她是唯一走到樓梯的時候 會有顫動的那一隊 對 有晃動 好嗎 平常很少穿的性感服裝的柯宇柔 今天終於讓大家看到她的好身材 豐滿的身材 簡直快讓現場十位賢男評審 快要疼鼻血了 宇柔 我跟妳講妳這樣真的典雅很多 真的嗎 可是因為我覺得他們今天每個人腿 真的是又細又長 不過人家妳來跳一下樓梯好不好 妳就從這上面再跨下來就好 有啦 其實她也滿有的 好 來 跨下來 沒有 好 安靜 原哲也太舒了吧 原哲 原哲 妳真是誇張的小姐 好熱鬧的一個下樓 真的 我想再看一次了 原哲我媽媽生得很好 她連笑都會 會 對 就是妳在呼吸什麼的運動 這樣我要暫停呼吸囉 宇柔妳有很不喜歡 大家專攻那個嗎 其實會 因為我覺得就是 可是我覺得這兩年好很多 因為我覺得可能 因為我主持外景的關係 不在大家著重的重點 只是在身材 而是看到我更工作努力那一方面 然後我覺得後來身材好 反而變成是加分的部分 所以我們這樣偶爾講一講也OK嗎 對啊... 因為它就是事實啊 那我也覺得真的很好 因為我剛剛看到在後面 就是黏膠帶的黏膠 就是 其實我覺得有好有壞啦 很漂亮啊 妳這樣子 那她走台步囉 好 來 婚姻請坐 妳從中間往前走 好 好活潑喔 好活潑喔 妳能說到哪裡好活潑 我覺得她換了衣服以後 氣質不一樣了 而且好像變比較女性化了 對 其實我覺得我工作上的樣子 跟我私底下其實非常極端 就剛剛我一穿平底鞋 就整個人很跳動 就會變成有點男生的個性 妳現在不Man了 對 現在就是一換妝 然後弄了頭髮 然後化妝 我覺得連講話都會整個慢下來 妳有沒有穿過這樣去約會 沒有耶 可是就是如果後來交男朋友 我會看她去的場合 我還是會配合一些 就如果去一些比較正式的餐點 對 然後比如像 可能去吃喜酒 不會就穿得像小孩子 可是如果私底下的話 還是會走比較個性的風格 是 好像有聽到長輩的腳步聲 被拐這樣子的發覺 真的要迎接人妻嗎 有 我看好她 真的 她會要拚 她一定很辣 對 不要跳過這跳嗎 她等一下再出場 直接來跳過好了 還是我們跳 好 好 現在一支支的李文婉小姐 已經換好衣服了 門打開我們歡迎她吧 欸 不錯 漂亮喔 她身材很好 很好 很厲害 好害羞 不會 妳真的很時尚啊 OK嗎 OK 超OK 女文婉的變身 真的是讓大家看傻了眼 她的身材不僅保持得十分完美 而且更散發出一股成熟且迷人的韻尾 而且頭髮好像弄一弄怎麼 就變漂亮了 對 熟女 可以出去玩一定會被拔 可是有一件事我真的不得不講 怎樣 怎麼是 腿毛嗎 腿毛是不是要刮一下 因為妳知道嗎 我們是走實力派路線 我們通常都是談話性節目 不會看到下半身 誰跟你刮腿毛啊 像談話節目的人都不注意下半身 而且她是只有局部的 就前面那一塊 對 妳幹嘛不刮乾淨啊 沒有 我從來不刮腿毛的 所以她天生就是只長那一塊 對啊 我從來不刮腿毛的 這要很精彩看得到 電影上應該看不見 對 看不太清楚 妳幹嘛脆毛求疵啊 不是 因為我就是 妳幹嘛自己度我漂亮 就很大一戳 我很難學而不見 妳現在還幹嘛 一講到馬上拍個特寫 沒有 妳把內 其實我剛剛一直想說 我要不要穿絲襪掩蓋一下 後來我姐姐說自然就好 不過沒關係 因為這邊已經就很厲害了 真的 後來我姐姐拍過喔 好 好 厲害 屁股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她屁股真的蠻厲害 對 她屁股很翹 為什麼屁股很翹 沒有 我也不知道 還生過孩子 屁股應該是有在運動對不對 其實沒有耶 完全沒有 我是覺得啦 吃那個 該補充的東西蠻重要的 比方說膠原蛋白啊 那種彈性 我們是自然... 短短的 好啦 OK啦 可是等一下 為什麼這麼驕傲你知道嗎 因為大家記不記得 剛剛一開始那個照片 其實腿是很粗的 對 而且整個身形是真的變形的 很厲害 這真的還好 真的美耶 所以妳最近一次被年輕男生 搭訕是什麼時候的事 大概兩個禮拜前 兩個禮拜前 可是我的樣子真的就是 人妻的樣子喔 就是頭髮直直的完全沒有妝 然後是像哪一個類型的 才先給妳搭訕 其實有點像那種比較乖的 就是下面第三個那種的 中間那個嗎 對 中間那個 妳幹嘛不很... 她心裡那樣喊說 我一點都不乖 然後就是一個小朋友 一個小朋友 然後她就跟我後面 後來...我知道有個人 跟我後面跟很久 然後後來 她終於忍不住 過了一個馬路 她就拍我的肩膀 她就說 妳真的長得很清秀 很漂亮 我可以跟妳做朋友啊 真的啊 我就嚇一跳 我就想說 妳不知道我是誰嗎 她完全沒有認出來 她不看政論節目吧 應該是吧 妳整個嘴角應該已經飛到這邊了吧 一路練練練 然後我就說 謝謝 可是我不需要 好 我們讓五位女明星 一起走台步 然後就要投票囉 我們要一起走到鏡頭前面 去擺姿勢喔 我喊1 2 3就出發吧 1 2 3 走 擺姿勢... 來吧 今天五位女星的辣妹打扮 真的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緊接著現場的十位 新男評審們 將要上場投票啦 誰會是新男心中 最喜歡的辣妹呢 現場的五位辣妹女星 好像都有獲得選票喔 不過咱們的辣妹記者 呂文婉 好像十分受到評審的青睞喔 整齊好受歡迎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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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真的 好棒 謝謝 好的 OK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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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